2022年5月11日星期三 今日果然狂风大雨 今天下午时突然有新闻报导 说前612基金的信托人许宝强 昨晚在机场被捕 说他涉嫌违反了国安法的勾结外国罪 许宝强除了前612基金的信托人之外 他本身也是岭南大学前文化研究系的副教授 不过他的合约在去年9月的时候 就被校方突然间提早终止了 本来他的约应该去到今年 但去年9月就提早终结了 昨天他为什么会现身机场呢 据新闻报导说他会去欧洲 因为去当地大学去担任一个访问学人的职位 继续被捕了 许宝强被捕的消息传出之后 下午又陆陆续续 说警方在今天下午再拘捕了其他三位 前612基金的信托人 包括有陈日君舒基 包括有吴靠怡 包括有何韻思 612基金总共有五个信托人 现在拘捕了四个 包括许宝强、陈日君、 吴靠怡和何韻思 另外那位是何位呢 那位是何秀兰 为什么没有拘捕他呢 他现在已经身在狱中 因为何秀兰是以六四的非法集结罪 罪名成立被判刑 他现在在监狱中已经复刑了 612基金就是2019年6月 因为反修例运动时成立的 当时成立这个基金 就是想去支援反修例运动被捕的人士 包括法律的支援 和生活上对他们的支援 不过当612基金成立的时候 2019年6月当时国安法 还未出台、还未生效 还未立法 但是形势逆转 所以去年8月的时候 612基金已经几位信托人 一出来开了记者招待会 当时宣布不再接收新的申请个案 而且会有秩序展开解散行动 但是612基金出来开了记者会 之后没几天 警方国安署也出来说话 就说他们正是调查 究竟612基金有没有违法 去到去年10月 612基金正式宣布解散 停止运作 一起结束告一段落 现在事隔超过大半年 突然间有这个拘捕行动 所以在社会上来说 都有些突然 现在被捕的4个前信托人 何韵诗和吴海怡 事前都试过被捕 当时是因为他们 都是立场新闻的前董事 所以在前年12月的时候 在拘捕立场的行动里面的时候 他们两个都曾经被拘捕 不过后来就可以保释 然后出回来 另外两位这次被捕的 陈日君和许宝强 这次是首次被捕的 当中我想特别令大家 担心特别令大家关注的 就是陈日君书姬 因为陈日君书姬 是1932年1月出生的 你数一手指 就是他今年1月的时候 刚刚度过了90岁的生日 而一个90高龄的老人家 现在被捕 他身体是否可以承受得住 也是令大家非常非常关注 其实陈日君书姬 大半生都是香港的教会服务 在天主教教会里面 他也是相当得高望重 从主教现在做到书姬 在天主教 你知道也论资排辈 他的分量也是相当高 相当令到受到尊重 和尊敬 现在这次以一个天主教 有教区位置那么高的人 卷入这个事件 突然被警方国安处拘捕 究竟天主教会会有什么回应 其实这件事也值得令大家相当关注 暂时警方未有任何公布 去解释今次拘捕行动 究竟当中的理据 案情内容暂时未有 不过这个案件 刚刚传出许宝强在机场被捕的时候 让我想起一年前发生的一宗旧新闻 当时在去年年中 苹果日报英文版的执行总编辑 努峰同样都是在机场被捕的 现在努峰还在监狱中 不能保释还押中 但当时去年中努峰被捕之后 南华早报曾经出过一段新闻 他说警方有一个黑名单 南华早报的写法就是有一个观察名单 他说在名单里大概有一些人士 这些人士都是警方调查他们 有没有涉嫌违反国安法的 但未去到说未够了 或者未掌握足够的情况去拘捕他们 不过如果一旦在这个名单里面 在这个观察名单里面的人 要离开香港 那就会去采取拘捕行动了 今天许宝强在机场被捕的新闻 出了之后 我就想起南华早报这段旧文 究竟这件事是不是今次拘捕行动的触法点呢 其实现在警方是没有任何的说法 所以我觉得警方应该尽快出来交代一下 情况交代一下案情 因为案中现在涉及这四位被捕的人士 他们除了在自己所属的专业范围 也深受尊重尊敬之外 例如许宝强一路在领大教书的时候 都是很受学生的外大 在网上看他一些学生的说法 就是当许宝强 有一些他的课刚出了的时候 很多学生搶着他报 如果报不了的时候 就会觉得很失望 所以你看到他是很受学生欢迎的一个教师 另外其实几位也都 陈日君也好 吴海怡也好 何韵思也好 知名度也是相当高 一直都是很热心去参与社会的事务 除了在他们所属的范围里面得到 成绩得到肯定之外 其实也是很多香港人 都是很尊重他们 很尊敬他们 但是今次四位 这么具高知名度 以及受很多香港人尊重尊敬的人 去同时被捕 其实警方是有需要有责任 是尽快出来说清楚 究竟当中是发生了什么事 现在说他们涉及的612基金 他们是信托人 所以因为就违反了国安法的勾结外国罪 但是情况是怎样呢 你需要告诉大家 这个基金它成立的时候 其实国安法是未颁布 未立法未生效的 而这个基金现在也是在大半年前 去年10月就已经解散 那为什么还说他会涉嫌这个违法呢 警方是需要提供一些 令香港人信服的资料 的情况告诉大家 当中正如刚刚所看 就是陈日君书记90岁高龄 他这次也似乎是整个国安法 立法以来被拘捕的人物 应该是年纪最大的一位 希望他这次四位可以大步难过 可以平安 今天香港的天气相当差 整天都没停过下雨 珠海和澳门就停了货 香港天文台只是叫人担遮而已 我看到网上有些反应 就说这个就彰显了香港的一国两制 但是我自己认为 如果一国两制只是彰显在 这些这样的地方 绝对不是最符合香港 最符合国家的利益 为香港祈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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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